平川说冷静天天聊门瘦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非主流对抗 本场对抗他又遇见了职业选手TH000 应该算是半职业选手 因为现在弹总基本上不怎么打比赛 但实力依然还在 好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是LR最后的B蓝色 出身在地图右上角 蓝色的人组IDFQQ大Q神 一般是打这种实力很强的对手 FQQ一般都会选择一波斑命的打法 不太会拖到后继 本场对抗他并没有双销祭坛 他选择的是先造并赢后造祭坛 那应该是中立开了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左下角 红色的暗夜精灵ID Egg 蛋就是TH000弹总 我们终于到本场对抗弹总是随机的 随机到了暗夜精灵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FQQ并不知道弹总的一个种族 但是他都知道他的对手就是TH000 好 蛋总的话 前期纪律性依然非常的强 拿个小精灵去侦查一下 切实 打FQQ这个侦查必须做到位 谁知道FQ在后面整什么东西呢 小精灵 切刃一下 英雄 蛋总还是选择DH恶魔猎手 比较扎实的一个英雄 战争古术的位置比较的保守 没有非常靠前 好 开练了 小精灵 仔仔细细的确认一下 FQ家里暂时还没有放什么伐木场之类的 那英雄 看一下FQ怎么选择 第二个步兵已经走出了兵营 这里过来确认一下 一看 呵 英雄是DH 哇 DH那T2吧 这边打了个贵族投环 FQQ好名兵 敲起来了啊 直接敲了四个名兵 前面的话有三个步兵 来了 这边纳加非常合适啊 兵建一下 看能不能靠卡位 把DH的状态给消耗掉 DH暂时还没有点技能 好 点了献计 献计的话 就是消耗对方步兵的一个状态啊 哎 哎 卡位卡位卡位 FQ在秀卡位了 好 消耗了DH将近一半的血量 好 你走 那我就去宠你的家 另外一边 我们看一下 弹走补了第三口月亮景 这个点练完了 AC妹妹站好位置 然后里面继续造战争古术 月亮景 哇 这就是职业选手的一个 是吧 基本功 哎 我们看一下 这里继续卡位 哇 四个农民疯狂卡位 这一波TH000 哎 难道 他的英雄要被FQQ给卡死了 好 继续卡位继续卡位 哇 已经卡了十几秒钟了啊 配合这个兵舰 这四个农民卡位卡得非常的帅 但是你这农民还有正事要干啊 还得赶紧造他 DH还是回来了 贵族偷还一扔 两口月亮景 哇 直接满血 然后限制一开 三个步兵赶紧撤 哇 值得说 1.35版本的DH可太凶了啊 限制一开 步兵的话全部退开 这边纳家靠兵舰 看能不能消耗一下DH的一个状态啊 DH继续 好 一个农民倒下 这里步兵 一直在追杀AC 复兵现在不太敢碰这个DH啊 DH的限制太厉害了 纳家碰一下 也走也走也走 好 DH这边杀步兵 已经杀到二级了 那二级之后 这边塔能起来吗 FKQ第二波冥冰敲过来 两个 哎呀 哇 FKQ服兵了 哎呀 关键时FKQ出现了失误啊 两个步兵服兵了 刚才集结点位是放在了酒馆这里 没有点到英雄身上 这一波由于有两个服兵 前线的步兵数量不太够 好 反应过来了 这两个步兵赶紧拉过来 这个时候纳家消耗一下DH的血量 这个塔 没办法 弹总这边已经有六个AC了 那六个AC骑射一轮 这塔掉得可太快了 哇 这一局的话 弹总 可谓是轻松加愉快啊 完美的防守下来了 这里AC能死一个吗 没有 DH也没有死 塔的话能不能起来 那是AC骑射一轮塔直接掉 五个农民 战斗能力非常的弱 哇 这边 八个AC 那家那家 逼上两山了 赶紧走 只有一根圣塔起来了 FQ大出机器 我们恭喜TH000 教科书式的防铁二呀 打得非常冷静 好 喜欢奔赏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阅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